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有好几天我没有更新了 因为我在准备昨天晚上的那个讲座 昨天晚上的讲座最主要是对于 中国来美国的留学生家长们的 我和他们强细的介绍了一下 美国的加强针以及 他们打了科兴或者国药 怎么样打加强针 以及如果在美国被感染了 应该怎么样寻求治疗和帮助 所以说我一时没有时间更新我的视频 那么今天我就把上几天 关于Omicron的资料进行汇总一下 那么给大家一些全新的一些消息 希望大家对Omicron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也可以写出一些人的焦虑 那么现在Omicron的资料 至今为止还是主要在南非 美国已经发现了 我记得美国已经发现40多钟 我相信绝绝不止 你哪怕现在告诉我美国有400钟 我都不觉得奇怪 因为英国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在大幅度的增加 因为英国方面作为基因测试的速度比美国快 所以说我感觉就是南非现在是一个爆发的一个高峰期 然后英国应该在一到两个星期之后 也会达到高峰期 而美国对于Omicron来说的话 我觉得到今年的年底 也就是圣诞节新年的时候 应该也要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借鉴南非和英国的数据 看一看我们将会面对怎么样的一个问题 先看看南非的数据 南非是过去24小时 他一共做了104831个测试 然后发现17154中阳性比例 就是确诊比例是16.36% 这个数据对我来说是一个警告 为什么是个警告 因为如果你们看我过去的视频的话 如果说新冠测试 阳性比例超过5%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遗漏了很多的新冠患者在社区里面 这些人就变成了一个游动的一个传染者 他们会把自己的病毒传染给自己的别人 这样子的话呢 让疫情得不到控制 所以说这个百分比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现在是16.36% 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了 在南非有很多人并没有被测试到 他们就是带着病毒在人群当中 这样子的话会造成疫情更加难以控制 但是同时也告诉了我另外一个消息 也就是说在当前情况之下的话 有可能 我只能说有可能 南非那里的疫情 很多人被感染了 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一直到去测试了才知道 这也可能说明了这个Omicron的变异 确实如大家预测的造成的症状比较轻微 但是不管怎么样 由于Omicron或者说是南非线的疫情 直线在上升当中 这造成了第四波 这一波 我们不知道具体会到什么样一个尽头 另外 由于前面三波已经有了很多的免疫 但是这次Omicron 完全有可能突破了过去的那些免疫效果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担心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他的住院的数据 整个南非现在住在重症病房的406人 加重病房的是427人 普通病房的是4601人 这就是所住在医院里面新冠阳性的人数 那么我们再要看看 需要吸氧的或者插管的 插管的现在是148人 而吸氧的是768人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为什么我告诉我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因为南非所采用的方式和欧美国家其实是一样的 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说 你有重症 就是说你需要养气了 你才可以住院 但是这一波你们还看到 虽然有这么多人住在医院里面 插管和吸氧的人数只有17% 从整个南非来看的话 也就是说里面有很大一部分人 就在普通病房的很大一部分人 这批人并不是因为新冠去住院的 他们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去住院 而在检测的时候发现了新冠的阳性 这个和南非政府提出来的说法相吻合 这是第一点告诉大家 所以说这一波虽然说确诊人数上升了 但是因为新冠而需要住院的并没有急剧上升 那么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为什么如果说Omicron 像现在这么说法就是传染性是很广的话 那么在欧美国家保证可以看到 一大批的被Omicron感染的人 但是如果说重症的比例还是很小的话 那么第一对人的伤害不会太大 第二需要住院的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 第三不会挤兑我们的医疗资源 就是像氧气罐不够这种东西 情况也许就不能发生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一波 年龄除了下降的趋势 现在年龄层基本上是50到59岁 被感染的最多 连20到29岁 30到39岁被感染人数也偏高 这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过去的一直宣传 就是60岁以上啊你很容易变成重症 所以很多60岁以上的人去打了疫苗 但是60岁以下的人很多人报了侥幸心理没打疫苗 而这一波就照顾到了这批人了 这批人就被感染到了 这就是从南非的数据里面我们得出来的这几样 第一症状看来是比较轻不需要住院啊 哪怕需要住院西洋的比例 但是这一波影响年轻人的概率高过年纪大的人 那么呢这个只是南非的一个整个数据 那么呢这个东西呢被另外一个数据也给佐证了 这是南非的一些医院数据 Dr. Richard Freeland的他是一个南非的最大私人医疗医院机构 叫做NetCare的一个主席来的 他在被记者访问的时候 他提出了这么几个数据 他说在我们这个医疗系统里面 现有的一共有337位新冠住院患者 其中90%的不需要吸氧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他们住院是偶然被发现是感染新冠的 和上一两波不一样 上两波100%如果新冠住院都是要吸氧的 而且他给了我们一个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说他们337位里面需要住院的 75%的是没有打过疫苗的 那么才在某种程度上 打疫苗对于防护Omicron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重症还是有一点作用的 当然了我们还是需要从年龄啊 从其他各种各样的方面去把他们分析出来 但是总体来说的话 和惠瑞他们公司自己说的有点吻合 那么惠瑞到底怎么说的呢 惠瑞说了他说他从他现在的初步的资料来看 今天是11号嘛 他是8号出来 就是三天之前说的 他说从他初步的实验室研究来看的话 三级的就是加了一些加强针的效果 要比打两针的要好 而且对于Omicron也是可以中和的 可以中和的 而且打了三针之后 他的中和的能力是打两针的25倍 也就是说 打了第三针之后对你的保护性更加强 但是他没有说打了第三针之后 你可以完全的防护住Omicron 并不是这么说 他只是说你的防护能力增加了25倍 但是他说 有这个疫苗所产生的T细胞 80%的标记 还是可以综合Omicron 还是可以帮助保护重症的 这个也和南非的数据相对吻合 那么很多人说 我要不要打加强针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回答的 为什么说很难回答的 因为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 如果你的目标是不想被感染 打架强针 因为25倍的中和能力提高 虽然不能说到100%挡住 那么我可以基本上可以说 你对于Omicron的抵抗能力会大大增加 但是如果你这是为了防止重症的话 那么打不打 按照第三句的说法 打不打 应该问题没有多大问题 所以说最主要是要看你 你到底想怎么样 对第四句惠瑞说的 他说在三月份之前 可以完全推出针对Omicron这个疫苗 我看了这句话 我一点想笑 为什么 如果按照Omicron的传播的速度来说的话 如果我们在三月份推出针对Omicron疫苗的话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欧美国家的所有人 基本上都应该接触到了Omicron这个变异了 也就是说针对这个Omicron 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点抵抗能力了 所以那个时候三月份出现 那个Omicron疫苗 到底有什么作用 我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种科学的数据来分析的话 当前的情况之下的话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 如果说你想防止Omicron 那么就打针加强针 我只能这样说了 如果说还有人想一针都不打的话 那么也可以 为什么也说也可以 那么你就祈祷那个南非的那个数据是正确的 就是Omicron造成的症状是轻症 那么呢 你哪怕得到了 你就得到了一个自然免疫 这就是有英国有一个医生 已经曾经 就在昨天不是前天说了一下 他说我已经把这个Omicron 当做了一种自然疫苗 为什么说自然疫苗 就是我得了 我有些轻症 完了之后 我有自然免疫了 他就这么一个概念 当然当然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取决于一个前提 什么前提 就是南非现在的数据可以代表全世界 南非这些数据可以代表那些免疫能力低下的人 南非那些数据可以代表那些老年人 如果不能代表的话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个可能Omicron就可能造成一个全球性的新一波的大的灾难 如果南非的数据可以造成全世界同样的情况都是轻症的话 那么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那么你们不打疫苗 可能可以把Omicron当做一种自然的疫苗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单抗药物的治疗 至今为止 regenerum的单抗药物 那么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什么是regenerum单抗药物 关于单抗治疗 我已经做过大概四五期不同的视频了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看看 去年上一任总统川普 他得了新冠之后 用的就是regenerum的单抗 现在单抗也是在全国范围被使用 至今为止单抗 regenerum对于所有的变异都有效 很可惜针对Omicron 德国的研究报告发现 它失效了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并不是太好的消息 那么听完我今天的讲座 我到底想告诉大家什么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这句话 现在我们要做最坏的一个打算 离开Omicron完全清洗美国 我估计还有三到四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说你没打过疫苗 现在你想打的话 我建议你快点行动 因为你打了一针之后打第二针 辉瑞是相隔二十一天 你到二十一天打了两针 再隔四四天的完全效果 也就是说三十五天才能产生一个 比较好的免疫效果 如果你现在打可能还来得及 因为虽然说三四个星期之后 有可能造成一个大规模的流行 但是如果你保护好的话 可能还不能接触到这个病毒 但是如果说你不想打的话 那么就像我刚才说了 那么你就要期盼 这个Omicron的性能 确实是像南非所说的那样 是非常轻的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忠告 那么我们期待是最好的结果 最好的结果是什么 Omicron确实成为了一种流感状 确实成为了一种自然的疫苗 我们通过Omicron之后 可以完全解放我们 这是我们期待的最好的结果 好 希望今天我所说的那些东西 对大家有效 希望大家都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疫情 谢谢大家